单政部长林佑昌日前是抛出了住宅政策的三支箭 其中针对中低薪资房贷族的补贴就引爆争议 这就是说他认为说有一部分的人是买不起房 但是另一部分的人也很辛苦是 买的起房可是深背房贷 但是领的是中低薪 立委现在就质疑说如果去帮助这一群人的话 是在助长房价吗 对此林佑昌今天也回应说 有房子并不是罪恶 这些房贷族也需要帮忙 高房价时代买房是大家的梦 也是大家的痛 内政部新住宅政策三支箭 含花补助中低薪房贷族每月几千元 却被质疑是助长房价替建商卖房 房价过高如果你又去补贴房贷 那造成这个房地产的需求更加旺盛的情况之下 这个市场更活弱 那当然是越炒越高嘛 所以才会说你到底是在补贴这些借贷的人 还是在补贴这个建商 立委骂声连连 所谓的三支箭根本只是短时间撒钱 没办法平易房价 而且补贴动用的是特别预算 就怕这钱取之于民用之于建商也让林又昌被炎上 后疫情时代其实社会上有一群的民众他虽然有房子 不过说实在他活得非常的一个辛苦 我想我们在讨论政策的时候可能不要一下子二分法 然后有二元的一个对立 林又昌解释 台湾自有住宅有八成 租屋足可怜 但广大房贷足也可怜 有房子并不是罪恶 有房子也不一定代表有钱 都需要政府帮忙支持 这次对他们的利息补贴 我认为是合适的 他有总额的限制 并不是补贴有钱人 而是补贴真正需要的人 我觉得一个温暖的政府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做 利益良善归良善 但能否真正解决 年轻人买不起付不起的痛 考验还很多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燃烧热血棒球魂 棒球经典赛看东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